日元大幅贬值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汇率稳定 是一个威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记忆又回来了 我1994年初准备从日本搬到香港的时候 记得很清楚 日元对美元当时升值到80 然后就一路贬值 最低的时候日元汇率贬到133 接下来就发生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事后复盘发现日元迅速大幅贬值 是触发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亚洲危机的核心问题是亚洲国家大量介入外债 当美元大幅升值日元大幅贬值的时候 经济基本面出现了逆转 美元加息电高了亚洲国家的借贷成本 日元贬值蝉食着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竞争力 亚洲几乎清一色的是制造业出口国 主要市场当时在美国 对汇率十分敏感 日元过度贬值 触发了其他国家的竞争性贬值 诱发了资金大量流出亚洲国家 加上对冲基金家族杠杆 一方面沽空汇率制造恐慌 另一方面沽空股市牟利 许多亚洲国家的汇率机制被冲垮了 并演变成二次大战以来 最严重的区域性汇率危机和经济危机 企业倒闭 民众失业 房价暴跌 不少银行也出事了 这次日元对美元汇率从去年初的103上升到130楼上 俄乌冲突以来 日元贬值明显加速 一则日本的贸易收支的确因为石油价格暴升而迅速恶化 一则是美国把焦点转到了欧洲去BOJ偷袭成功 从图表上看两次日元升值颇为相似 与此同时美国联储开启了加息周期资金流向美元区 和90年代中的情况也很相似 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正在悄然成形 但是亚洲国家本身的基本面因素呢 却和35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各国的外债规模相对于现在的经济体量要小很多 外汇储备大得多 生产线在流入而不是外移 绝大多数国家的汇率不再和美元挂钩 但是亚洲国家能否接得住全球需求回落 资金大量外流 利率迅速上扬呢 日元急剧贬值正在为其他区域货币竞争性贬值呢 打开大门 日本经济在过去20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大公司的生产线多数已经离向海外 所以现在的汇率贬值对日本制造业的帮助 比起20年前会小很多 但是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汇率稳定 却十分不利 每一个联储持续加息周期 新兴市场必有汇率危机 在亚洲 美国加息和日元贬值正在威胁区域经济稳定 希望亚洲这次可以顶住冲击 平稳国度 平稳国度 平稳国度